路跑民眾轉頭看眼 因為黑色轎車一個轉彎 連環碰撞停在路邊的三台車 開過 我看到他開過了 我轉頭看 我感覺他撞到我就跑過去 我還是被撞了 不只路過的行人被撞 導致腳步挫傷 我們剛跑沒有 大概一百公尺 就聽到砰一下 我們就覺得是蠻誇張 然後就趕快跑回來看 造勢之後人就直接下去跑進去 然後我就從後面去追 然後他發現說有人 然後手在裡面 還有準備開始路跑的民眾 停在路邊的車也被撥擊 駕駛肇事後下車拔腿狂奔 直到警方貨報趕來 你來Cube前面這邊一下吧 最後在夜店找到人 來 重新 這一點小鬼啦 這一側才知道肇事駕駛 久後開車上路 遠景隨即請求資源警力到場 仔細巡視周邊出入口 該名造勢駕駛 自知法網南逃 主動現身 攀嫌施以酒精濃度測試 以超過法定標準 十號清晨六點多 攀信駕駛開車行進台中南屯區 向學路 卻發生連環碰撞 肇事駕駛帶著頭部擦錯傷的傷勢 一度丟下愛車 衝向附近夜店 躲藏了十五分鐘左右 聽到警網人力趕來搜索 只好現身認災 這才讓酒駕真相曝光 三立新聞王子瑜 曹聖章 黃莉亞 台中採訪報導